再來如果說是屬雞的人 屬雞的人如果說你出生自在 然後 因為你在食層上面有 我們講頁匠跟暗露心來幫助你 所以你能夠 灰灑自如福星高照 就是這個福星來幫助你 能夠灰灑自如 你就什麼事情你要做的事情 都能夠照你的心願去做 狐馬狗生肖的 它的組合 比其他另外三組生肖來得多 對不對 那所以如果說 您的生肖是屬於狐馬狗 我建議你們做一件事情 是最好的 機率是最高的 叫做 什麼生肖命格的人 可以有幸福人生的下半場 那我們現在來說 如果說像有些生肖 但是有時候不管如何 如果說像 屬老鼠的 他可能早年 生活各方面過得不是很理想 但是沒關係 所以早年辛苦什麼都沒關係 他只要是早上四十生的 因為四十生的人 他這個叫 主得映住 波銀見日 因為老鼠配這個時辰 他就會有福德貴人來幫助他 因為你的福德貴人 會讓你的主得得到那個避孕 那你早期多辛苦都沒關係 他到了晚期 就是中晚年以後 他就會波銀見日 那波銀見日他就可以活到 就是比較舒坦的生活 他也可以活得比較自我 就是可以說 我想要怎麼樣的生活 我想要怎麼樣的日子過 他就能夠 他得到他自己的日子過 我們所謂的幸福 並不是一試的說有錢就是幸福 一定要自己想要過的生活 你能夠過到那樣的生活 他就叫做幸福 那他可以過到他自己想要的生活 那這就叫幸福 再來如果說是屬雞的人 屬雞的人如果說你出生自在 層時的話 因為你在時辰上面有 我們講夜降跟暗入星來幫助你 所以你能夠揮灑自如福星高照 就是這個福星來幫助你 能夠揮灑自如 你就什麼事情你要做的事情 都能夠照你的心願去做 譬如說你可能早期的時候 因為家庭 因為那種種的環境 或是情感上 或是因為那個經濟上的種種問題 你沒有辦法去實現你自己的理想 到了中晚年的時候 因為你只要是在屬雞是在誠實生的 那很可能到那個時候 你可以撥出時間 撥出你的經濟 撥出你的金錢 來學習你想要學習的東西 有人去念書 有人去學畫畫 有人去什麼 去學唱歌都可以 因為早期可能會唱歌 但是覺得自己沒有覺得唱得很好 但是到後來他就是 可以找一個名師來學 那一學可能唱得很好 那他自己也很快樂 因為重點是在 他能夠活出自我 活得快樂 那個才叫做幸福 所以說他活得 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總而言之就是能夠活出自我 再來就是 屬馬的人 如果說你是在飲食生人 因為那個叫十成更好 是三合 一三合的話 可能早期很容易 什麼事情都想不開 到了晚年 你可能就是 什麼事情就會通情達理 萬事就會分通 你都什麼事情都想得開 因為一想得開你就很郭達 什麼事情到你這邊來 本來很困難 他其實到後來就變成不困難 因為你會自己找樓梯自己下 你不會自己在那上面下不來 永遠會驗天尤人 別人怎麼樣怎麼樣 你到後來你就會知道說 這個是跟自己的個性上面有關係 那你自己個性方面能夠豁達 自己能夠想得開 就是能夠達到通情達理的狀態 你自然就會萬事分通 什麼事情你都會很快樂 你也可以接交到很多朋友 萬一有什麼困難的事情 朋友也會來贊助你 因為你不會像以前這樣子 跟人家斤斤計較 什麼事情都很豁達 那朋友來幫助你 所以很多事情你就會過得很好 也是能夠活出自己的自我 那只要你可以活出自我 你就表示說 你這個就是你的幸福 幸福指之中 能夠完全達到自己的想要的事情 就叫做幸福 李行老師 可不可以從我們的生肖裡面 看出我們自己的信任數字呢 好的 的確每一個 老師 等一下 請問我們現在講的是車牌 那我們的手機 或者什麼 是不是也所有跟我們有關的數字 當然只要跟數字相關的 除了身份證號碼 那可能沒有辦法選之外 比方說手機號碼 可以選 樓層 可以選 停車位的號碼 可以選 甚至是買了透 這些都可以透過數字來選擇 來 請 好 每一個生肖都有屬於自己的幸運數字 那麼如果說您的幸運數字 你用得好 用得妥當的話 不但能夠幫你提升好運 還能夠化解不好的運氣 所以今天老師就利用三核生肖 搭配一斤的核圖數 來為各位朋友點出 每個生肖的幸運數字 是哪一些 首先第一組 我們來看生肖鼠 猴鼠龍的朋友 您的幸運數字是 四 九 四十九 九十四 還有九十九 哦 四跟九 對 說到這個四 你們採券有到九十九嗎 你可以選 跟九有關的 或是四有關的 停車位 手機號碼 連續兩個九 哦 不過說到這個四 老師在這裡真的要幫這個四說一說話 其實中國人對於四 都是打一個很大的疑問 對 有諧音嘛 可是因為四呢 它以洋宅風水 特別在易經的核圖樹裡面 它主管的文昌 文昌主管什麼 文昌主管的考試運 主管的讀書運 主管的工作運 所以生肖如果說 屬猴屬龍的朋友 如果說你大膽的去用四來做選擇的話 保險你在工作試驗運上面 都能夠有所提升 那我們來看第二組 第二組生肖如果屬蛇 雞 牛的朋友們 屬蛇 雞 牛的朋友 您的幸運數字是 五 零 五 十 五 十 五 十 五 還有 零 零 零零 對 說到這個數字 像零跟五 你老師自己來做例子 老師的手機號碼 前面一定是零九開頭 但是在後面的八個數字裡面 有連續四個五 所以其實這個手機號碼 跟著老師 已經跟了將近十五年的時間 的確 老師真的深刻感受到 這個零跟五 對於特別是像老師 還有唐鳳這種屬雞的生肖的話 真的 我覺得在運勢上面 真的是有所幫助 所以生肖屬蛇 雞 牛的朋友們 如果說您在選擇上面 如果你運到了選擇困難症 多多考慮零跟五 對您絕對會有幫助 住五樓 住五樓 不錯 老師 你說的這個數字 剛好我的電話號碼裡面都有 有五 有零 有兩個零連在一起 我的手機號碼 老師沒有講之前 其實我說沒有想 我完全就是看感覺 好的 那我們繼續來看 我現在好期待喔 好期待 那你數什麼 豬 你數豬喔 對 好的 那我們看第三組 第三組的生肖 如果是數胡 胡 馬 狗的朋友們呢 哇 您的幸運數字是 二 三 二 七 三 八 以及七 十 八 欸 各位朋友 你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屬胡 馬 狗 生肖的 它的組合 比其他另外三組 生肖來得多 對不對 那所以如果說 您的生肖是屬於胡 馬 狗 我建議你們做一件事情 是最好的 機率是最高的 叫做 買樂透 哦 對不對 你看其他的比方說 像老師和唐鳳的話 零跟五 我們能簽幾個數字 五號 五號 十五號 一零 對啊 二零 這組得太少 二五 所以啊 所以生肖數 我屬胡 馬 狗的朋友 那恭喜你們 記得要好好多多運用 自己的幸運數字 最後一組 生肖數 豬 兔 羊的朋友 很緊張喔 很緊張喔 馬 狗 馬 狗 哇 來 您的幸運數是 一 六 十一 十六 還有六 十一 是不是 有嗎 有嗎 有 我的電話號碼都是六 好 有沒有發現 真的我覺得 豬兔羊的朋友 你們真的 真的是很幸運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常在講 我們平常在口語上 講的一六八 是最喜歡最吉祥的數字 你看豬兔羊 妞妞跟馬姐 一跟六就占了兩個 是不是 所以說馬姐也好 66也好 未來在 如果說買不動產的話 可以考慮一樓六樓 十一樓十六樓 如果說買停車位的話 號碼也可以透過 一跟六 去做一個非常重要 一個選擇的方向 對於各位 未來在財運工作運用上面 絕對會有所加分 以上提供各位做個參考 黃文福老師 哪些生肖命格的人 可以化險為宜 我說一下 化險為宜 不一定是 一定是什麼生肖 十二個生肖都有可能 最重要的是個性 你個性不要急 很穩 不要爭 不要在路上就跟人家吵 那行為方面 行善積德 或者在我們講 凡事在外面 要小心要注意 像這樣的話 他基本上就比較容易 化險為宜 就是哲青在莫斯科被光頭打的時候 他 難道他起來跟人家打嗎 我想打不過吧 跑 先跑 他要懂得跑 對不對 然後回去自己 自己縫這樣子 我今天開始提出這四個 這是有點比較是宗教性的說法 就是說這四個 他比其他的生肖還要強 還要有力 還比較化險為宜 有力量 好 其中第一個是用六道輪迴來講 六道輪迴是比較是民間的說法 就是說十二生肖到底你是什麼心下凡的 第二個是用道教的說法 道教有一句話叫做 南斗嚴授 北斗解惡 南斗星你去拜斗拜斗 南斗星是拜嚴授 延長壽命 北斗是會解惡的 再加上如果是佛教來講的話 就是每一個生肖 每一個生肖有一個首富神 首富神也叫本命佛 他會保佑你的 我用這三個來去找的結果 我找到這四個 那就也說這四個生肖他最容易 他最有力量能夠遇到事情 能夠化險為宜 好 首先第一個我們看一下是老鼠 生肖老鼠在六道輪迴是天貴星 一聽天貴星就知道 天貴就是除了旅行 身體的平安 化險為宜之外 還包括工作方面 工作方面遇到困難 遇到災難 你能夠化險為宜 在北斗裡面 它是屬於天書宮裡面的星 在於守護神是牽手冠英 守護的牽手冠英之外 牽手冠英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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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災解惡的 好 其實第二個是老虎 老虎是天全星 天全星他除了權力之外 還代表錢財方面的 當然旅途也沒有話說了 旅途的平安 旅途的化險為宜 也包括錢財方面 錢財方面有災的話 有災解災 有難解難 逢凶化吉 別斗來講是在天積宮 在守護神來講是虛空葬菩薩 這個菩薩 它就比較是屬於防破財 防小人的 保佑我們的 好 第三個生肖是屬蛇的 蛇的這裡 六道輪迴是天積星 天積星比較是說他的個性沉穩 他也比較有智慧 包括他普賢菩薩 這裡知道 普賢他也是有智慧 讓你知道遇到災難的時候 你要如何度過 如果能夠平平安安的 好 最後第四個 我講是屬馬的 屬馬的生肖 在六道輪迴是天福星 一看就知道天福星就是長寿福氣 遇到困難能夠解災的 然後他在北斗是搖關宮 那麼守護神是大四智菩薩 大四智菩薩是屬於他佛光普照 佛光普照 什麼災難 刀光 或者天災地變 他能夠平安度過的 好 也就是說我從這裡面去找出 這四個生肖 如果你是這四個生肖的話 特別就遇到困難 能夠有災解災 有難解難 化險為夷 老鼠 虎 蛇 馬 那麼哲青胸好像是老虎 那麼柯夷胸好像是蛇的生肖 就是屬於我們這裡面 能夠消災解惡的 另外我這邊還要提到一點 在我們民間的習俗裡面 你如果要出外 出門在外 或遇到困難的時候 這是民俗 再強調是民俗的話 它由於這種方法 第一個是鵝毛 第二個是銀杏葉 先說為什麼叫鵝毛 我們有一句話 千禮送鵝毛 禮輕人義重 它這個典故事原來在唐朝的時候 在南部南方大理國的太守 請使者送天鵝 這是很好的禮物 天鵝要送到長安 送給大唐天子 可是那個使者帶著這個天鵝在路上 你要給他洗澡 洗一洗不小心天鵝飛走了 那怎麼辦 天鵝飛走了 他本來要把這個禮物送給皇帝了 結果天鵝飛走了 還好在水里 還留了一根一隻鵝毛 結果那個使臣沒有辦法 就帶著那一隻鵝毛 千禮這樣子走走走走 你看一路上一定很災難 很多災惡在古時候的旅程裡面 結果還是平平安安 到達皇帝那邊 到達皇帝那邊他很擔心 皇帝會處罰他 本來是天鵝怎麼變成一根鵝毛 結果沒有想到皇帝 所以反而是稱讚他 千禮送鵝毛 以輕人易重 還會給他嘉獎一支篇 所以在我們的民俗典故裡面 你如果帶著一根鵝毛 如果要出門的話 現在當然不能夠有天鵝 就是鵝 就一般的鵝 你如果帶一根鵝毛在身上的話 會保佑你平平安安 這個化學會 那至於銀杏葉 銀杏葉它本身就是一種長壽 一種很好的一種植物 但是它的葉子就很像天鵝的鵝的腳長 腳長的樣子 所以就是說出門 如果你能夠戴個鵝毛 或者鵝就是普通的鵝 不一定有天鵝 或者是銀杏葉的話 戴在身上 你就一路上 如果出門在外的話 可以平平安安 逢胸化疾 化學為宜 這是民俗 給觀眾朋友做參考 謝謝老師